我是Excel Software的Mr.Law 今天想为大家分享这个 Potocall Serial Number的Module Sherial Number通常是用在什么情况啊 通常是用在那些电器啊电话啊或者是电脑啊 有电子啊或者是一些machine 一些machine parts 也是会有Sherial Number 它的目的是每一个产品它是独立的 它是unique的 所以我们trace起来啊 尤其是volentity比较容易啦 比方说你去一个店去买电脑 然后你volentity的时候就拿进另外一间店 所以他们必须要分清楚到底你这个 Item是跟哪一间店买的 这样他就需要用到Sherial Number 尤其是电话 OK跟电器 这种电话的电器有时候看不出它的quality的 你完全不知道这个quality是什么 所以没有Sherial Number是很麻烦的 可能这个是 中国货 这个是日本货 所以你不知道它的那个真正的quality 如果没有这个Sherial Number Sherial Number就知道了 我从哪一个supplier买进来 然后卖的给谁 所以他比较清楚 然后我balance10个 10个的话那个Sherial Number是不是对得上我们系统的 有没有讲 那个员工动了手脚 他把那个赤货换你的好的货 OK 换掉你的那个电视机啊电脑啊电话 OK 偷偷去 把那个赤货换掉了然后拿出去卖 也是有可能 所以 比较Sherial Number 是很costly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 AutoCount的Sherial Number其实它是很 powerful的 OK 还可以recycle用的 你用掉了那个Sherial Number过后 你还可以recycle用的 然后包括 Real Card 每个Real Card有自己的号码 所以这个号码其实用掉了以后再补回来 同一个Real Card它的号码也是可以使用 在AutoCount里面是很豪富的一个module 是为止让我表演给大家看 OK 怎样去 操作这个module 其实来继续就很简单 就是买个 Ping opening 就是这样简单的 然后看一些report 它也不难 操作不难用的一个系统 我先 讲一下怎样去maintainance 然后过后再修给它再看 这个 怎样去 Ping那个percent voice 之类的 OK这个Sherial Number是一个独立操作的module 你必须要购买的 它是没有在Standard package demand 所以你买了过后你就会看到这个Sherial Number这里 OK它会狗了的 收狗了那个Sherial Number过后你就会看到多了很多功能的 多了很多功能 最重要的是先set好你哪些Item是有Sherial Number 哪个Item没有Sherial Number 所以我们去stop Item maintenance 在这边你看 我先做一个sample这个是电脑电 电脑电它可能CPU是有Sherial Number的 这样你就edit 然后你就在这里 take这个 Ctrl by Sherial Number 可能Monitor也是有了 大部分都没有做 如果你有做Ctrl的话你就要狗 OK你要狗这个Monitor也是要狗 然后你要check哪个Item它是有Sherial Number 哪个Item有Sherial Number你可以拉出来 所以这边 你看它的Column里面 OK 所以有这个test Sherial Number OK 然后你就save Lakeup起来 跟着上面打就好了 如果你要save这个Lakeup 这方便以后你开回这个screen的时候 它会show到这个Sherial Number OK Sherial Number你就知道哪个Item是有Sherial Number 哪个Item有Sherial Number OK Set了过后我们才来做一个 这个Petit Invoice OK 来testing一下 你看 在这里我们是有 很多种key法 OK 你看你可以顺着那个号码去key 你可以挑着号码去key 或者是你放逗号 你放逗号 所以它都会 这些是一个 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 七个 七个 这边是你放逗号的话 它也是 算是一个 或者是你上下key也是可以 或者是你用这个range OK 到底我在讲这什么呢 OK你看 Petit Invoice 我们key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的 你可以自己用手打 一个个星人number打 然后你也可以用那个 barcode来scan 如果你的星人number 就是电话 或者电脑 你就拿着那个电话 一个个去scan 也是可以 这样也是很快 OK 一下子有scan嘛 然后另外一个是 有一个file 是textfile来的 OK 然后那个textfile 你可以copy paste 或者是你直接 整个textfile 整个textfile 你路进去也是可以 所以它有很多的方式 所以 事不宜时的 让我show给大家看 OK 整个东西是怎么操作 OK在这边 你看我们有三个item 有三个item keyboard肯定是 没有问题的 你选keyboard它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的 OK keyboard的话 它是没有星人number 可是当你选到这个 CPU的时候 你放到quantity Let's say我放 10个 它就会跳一个spin出来 这样你去 update那个星人number 而且星人number 之前你是填10个 所以它要求你 最少要填一个10个 好在这种情况 OK你看啊如果你有那个scanner你就一个个scan 你一个个scan它就会一个个这样子key进来啦 所以这个是用scanner的方式 或者是你是一个range的 OK 004到0010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打 004到0010你看它就会算到17个 它自动会算 好 所以加起来过后是10个 你看到这边是10个 好这个是一种做法就是 你可以scan可以自己打 然后打的时候你可以一个个打 OK一个个这样子加 OK 或者是 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 然后这边它会自动算到的 你可以放ABC也没问题的 A0010 然后你到A0020 它就会算到是11 然后它是算到11 它是会自己 识别 识别那个号码的 这个是 一个 一些方法 这个是manual的方法 这样如果你不要manual的方法 你要用import的方法 你看import这里 它可以copy paste那个text file进来的 OK copy paste那些text file或者是excel 所以你可以copy的 好比方说 你看我有四种format 四种format 它copy进来的时候它会看到有不同的效果的 好比方说这个是四个号码 所以它是上下key in的 你上下key in的 OK 你可以自己key 也可以copy paste它 当然这个如果你是要自己key也是可以 你按ok它就会帮你排 它因为是顺着去所以它就直接帮你group起来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group 或者是你不是顺的 如果你不是顺的话 你key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上下 上下一行一行一行 所以它帮你PC一行一行 如果是顺的话它直接帮你加起来 就你这边是四个 OK 然后 另外一种是用逗号的方式 逗号逗号逗号的方式 逗号的方式 你看这个逗号是没有 断了005 然后007到009也是断了的 所以当你按ok的时候它也是帮你排的 它看到有顺序的东西它会自动帮你排 OK 然后最后一种key法你看这个是 range来的一个 箭头 OK 所以它是可以看到是一个range 当你import的时候 它自动帮你做 它是一个range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你看是很多种的方法 可以也key进来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是你key也不用key你直接import 当你import的时候有一个import from from 你就找你的那个text file 如果是你用这个text file你直接import 你看它直接把你copy完所有的 东西进来 然后你按ok它就自动帮你排到完 所以你也不用故意去一行一行这样子copy 如果你是一个file来的你就 把那个file整个 录进来就好了 ok 录进来过后 你就看到它其实是25个 好25个 如果你是550块你就放550块 然后最后一个是monitor monitor也是需要打quantity 然后你看 我 上面这里 还有一个seal number的 这些没有seal number的它就没有这个button了 有seal number它才有 好像这个keyboard mouse是没有的它就不见了了 如果你要还要改你就直接seal这个25然后你就在这里再按进去改 ok 然后这个monitor 如果是10个你就打10个 然后你就看你要跑range的话你就跑range 好像刚才这样 ok 然后 它是 直接就把你跑range 然后你就close ok 所以这边 我们就打可能是350 我们就打350 过后看一下它format因为我们的 排法是这样啦 它print出来的format呢 它到底是怎样 我们save and preview 你看它的那个format 你看它的format OK这个是其中一种format 这个是其中一种format你看它是 如果是range的话它就画一个箭头 然后如果不是range的话它就多画多画散装 然后它又range的话它又箭头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format 它就不用一个个这样子列出来你要一个个列出来也是可以 这个是比较省那个paper 省paper的一个做法 它是range的话它直接把你画一个箭头 或者是它是单单的它就多画多画多画这样子 拍着 左到右这样子拍着过去 这个是它的那个format ok of course你买了进来过后你就可以卖出去 卖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卖出去的是哪个item so 就是哪个cd number 准准的 so你就去seal invoice 或者casue 当你开单的时候 你就选 那个customer当你选到那个item的时候 那些cpu 你是卖 3个 你可以scan barcode ok如果你要scan barcode你就scan barcode 你不要scan你就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它就帮你选了 选掉了这3个 如果是 选到那些里面有没有cd number的 它就没有cd number 如果一 它就不要跳出来 你一选到有cd number它又跳出来 ok然后你就 如果有barcode scan你就直接scan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打 一样的它也是可以start end 它也可以就import这个功能 都可以的它有很多种做法也是可以import by file这种种 ok so 然后我们随便把一些figure 看它print出来的那个format ok 它是怎样 show出来 我们看print出来的format 你看到它是 跟刚才一样 ok 这个也是这样 它有这样子的 一个format跑出来 ok so ok跟着下来 看回我们的笔记 so purchase跟sales我已经做了 我们去做一个opening 到底怎样把那些之前 还卖身的 或者是刚刚开始用 我都看了怎样把这些opening key进去 ok大部分的key法 跟purchase的key法一样 你可以manualkey 你可以用barcode scan 你可以用那个text file 或者是import 整个file进去 或者是你把所有的itemkey进去 Excel 从Excel import进来 ok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dealer拿那个excel 类似于 这样子啦 那个excelfile 你看这个excelfile 它是 有两个item 两个item的location是more 然后它有这个quantity还有cost quantity五个 它这边要有五个cd number 可是这边只limit三十个character 如果你的cd number很长 你最多是key到 两个之三个cd number 然后你就分第2行 然后你key两个之三个然后你分第2行 如果你要用excel import的话 它最多是support到30个character 太多的话 它import的时候会hang 或者是你用range 用range的话就比较容易 这个是你自己 考虑一下 如果是很麻烦 就一个个这样子copy 就自己key进去 会比较好 所以你看 opening你可以manual这样的key manual这样的key 你在这个stock stock item opening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你就apply ok 然后你就auto generate 这边你可以一直加的 你一直加 加它那个cpu 你就一直打那个 cpu的那个cd number 一直打进来 它是这边没有limit 这边没有limit 所以你就一直加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20个 你就放20个 然后你就打20个cd number 或者是import进来 ok 这个就是manual的方法 manual的方法跟purchase 一模一样 刚才purchase所有的 那个功能所有的用法 都一模一样 你可以看为前面的那个部分 怎么样我purchase的时候 entry那些cd number ok 然后 最容易的当然是用excel 用excel 刚才我给那个sample excel 你看这个excel其实 就是用法也是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copy 整个copy 包括它的那个header ok header你不要 它去改啦 不要给它空格 空格就import不到 所以你就跟着那个header 这样子直接copy Ctrl C 然后它就copy了 copy了过后 你就 去management studio 我们的autocall的management studio 这个是通常dealer用的 ok backend来的 处理一些 setting 做一些setting用途 ok 你就去backend login进去 OK login来 过后它有一个import的 import这边有一个importstockitem opening 然后你就 选择这个 方式 然后你就paste 你看overrack就是把之前的 盖掉了 ok 你不要overrack的话 你可以放expand 所以这边你就paste so你paste了过后 你就看它的那个serie number 它就带进来了 so你就按 import ok 它就帮你check 哪一个有问题 你看这边它有问题的是 lock patient OKserie number 这个 m001 它已经是存在 因为刚才我做sample的时候 然后我用那个m001 所以它就detect到 so在这边 它就不给你import 但我们就换掉 我们是大概放m ok用m 刚才是用m so它装 ok so import了过后 我们就回去那个autocall ok你回去 过后你就看那个stock 有几个地方啦 ok 第一个你是check那个stock的内容 看它有没有import进来 所以你可以 通过这边你就看到 它其实已经import进来了啦 so你能移到003 然后它就跳了两个号码 ok so过后就是它的range 刚才我们import的那个range 这个是你也可以print 那个stock balance report ok printstock balance report 来check so report等一下我再慢慢仔细讲解啦 大致上所有的功能怎么样炒作是非常容易 serie number是非常容易炒作 so report也比较多 report也比较多 我就意义讲解啦 先讲 stock card ok你看stock card它有一个report是转给serie number用途的 ok除了这个report你要别的report 在stock card那边也是要show到serie number就要改咯 要通知我们那些leaders去帮你改 ok 但是原装的话它是有一个report 它是without cost的 那个stock card它有serie number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so stock card 我们就去stockstock card report 然后我们就inquiry inquiry go hold so这边 你看这边是没有show的 当我们preview出来的时候 它有很多个format你就选择这个有一个serie number info的那个format so 它就会 list出来 list出来你买的时候 它的serie number是什么 so那个卖出去的时候那个serie number是什么 它会这样子show出来的 很仔细的 这样子show出来 这个是 那个stock card的report 相当于stock balance的report 你看stock balance的report 这边也是会show 这个availableserie number的 然后它有这个format 所以你如果要看这个format你就show出来 这边就会show到 它是 available的share number的那个report 它就会list出来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是 available 所以你换回去 你换回去 10月1号 10月1号如果你没有卖过 它是抓不到的 它会抓不到那个10月1号的那个quantity的 然后你看这边的quantity balance是5个 可是它 available的时候还是很多个 因为它有 5货 在 今天 9号 它有補过 所以它会直接做最新的那个balance 然后直接做那个最新的balance 然后它会show这个 一共有多个 所以这个是方面现在checkstock的 那个用途啦 OK如果我们要去checkstock 这样你就需要到这个detail的 那个 share number的listing OK 过后我们再看 除了这两个report 如果我们要看到invoice啊 有没有show到那个share number 这些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所以你要注意咯 好像你要看那个invoice的list 这个invoice的list 有没有show到 你就去detail那边 invoice listing这里 你可以选择这个 invoice listing with detailed series number 在这边它才会有这个serie number的list show show出来 OK这个是它的一些隐藏的report 你要注意咯 不能只是单单看外面 你需要inquiry然后再去review看里面的format 其他的 可以要求 beater planning customize 原装有的就大概report就在这里 这样 除了report之外 通常我们会用到一些checking啦 一些checking inquiry的东西 so有很多个inquiry 一共有四个 四个inquiry第五第四个它是要参这个setting用途的 所以我第四个我就不讲解 我先讲解这三个 一个是available series number 就是跟stop balance的那个一模一样看它的 是多少 刚才stop balance上面我已经show你它也是有一个availableserie number的那个report OK在这边的话 它有availableserie numberinquiry 有serie numbertransaction就是它的movement 哪个supplier然后movement serie numberinquiry 或者是一个quantity not match quantity not match就是你quantity打4 可是你的serie number才有三个 OK它就not match 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可能你找不到那个货但是你买的时候明明是四个 OK你也是要key 4 但是你最后一个可能有问题你退回去 给supplier先 等supplier弄好了 你再拿回来进货 也是有可能 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等一下我再show给大家看 我们先去看前面这两个 OK前面这个inquiry 这边你看有四个inquiry 这个第一个是availableserie number 所以你看到刚才我们的availableserie number27个 所以它全部的那个就list出来了 然后transaction的话你要看回哪一个serie number OK它进出 所以你看onhanding就是卖出去 你要看哪一个是你的supplier 然后卖了给谁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回这个report 看回这个report 所以你就看到它的stock out 卖出去了 卖了给customer air 它是从supplier A这边买进来的 所以它有一个transaction这样 你要check 好像一个movement这样 比较仔细的一个movement 你 你如果不要打item code也是可以的 你直接打那个serie number 你直接打serie number 它也是能找到 OK 能找到这个产品 这个customer是under哪个产品的 所以两种serge法 你从上面serge 上面serge也是可以 然后 过后就是customer not match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 为什么会not match 有很多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你 刚才讲买进来的时候 买进来的时候 Let's say这个monitor OK我订了四个 可是你才有 这边才有三个 OK三个 customer OK P002 P003 还三个customer 所以少了一个 当我们close的时候 customer会问你 如果不balance 你是不是还要save 你可以按yes 然后你是不是要update 那个quality 进去那个文件 OK So quality是三个嘛 如果你要update三个 你就按yes 如果你不要update三个 你还是要保持四个 你就按no OK当你按no的时候 这边是四个 可是customer里面是三个 So你按 no的时候它是四个 然后这边 Let's say我们 key完了过后 你看它的那个 Purchase Invoice OK So它是 跟你讲是not match 但是我们print Invoice 的时候 还是它会print出来 三个 这边是四个 OK 通知你两次了 你还是要save 也没办法 但是 不重要到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trace出来的 你就用这个serie number 管理 not match 你就trace出来 如果是 你知道它是在 Purchase Invoice 那边的 你就够Purchase Invoice 你inquiry 它就跟你讲哪一个 Purchase Invoice 它是发生过这个情况 然后你就可以按回进去 然后check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OK So 如果其他的文件没有用 你就untick 它就没有出现 你有知道它是在哪个文件出现 你才tick 所以这个是 这三个inquiry 我都讲解了 最后一个inquiry 它是必须要跟着一个setting的 那个setting是在 Juice option这里 还有一个setting是 允许我们卖出去的那个货 是不在系统里面存在 就是 可能 你的supplier 这个已经来货了 你的客户急制要那个货 你又来不及 Key Purchase Invoice 在这种情况 你就直接用这个方式 建议不要用 如果是你真的是要用的话 你就 你要怎么样去check 可以出来 忘记 忘记补回进去 那个balance 因为目前我们的系统是 你要选的嘛 你出的时候 你就在那个list里面 选 你要哪个 写 number 或者scan 那个 才可以出 没有哪个写 number 也出不到的 OK 现在 反过来 如果是 客户硬要那个货 如果你就忘记还没有来得及 Key那个perce Invoice 你才用这个方式 OK 用这个方式 Allow to issue out 写的number not access in the system OK 所以你看我们在 Suse Invoice那边 如果 硬硬 买一个invoice 硬硬买一个monitor 你看这个monitor已经是有 MN 跟那个P OK 你偏偏不要 你就要 Q OK Q 001 OK 001 OK 这样他就跟你讲 没有哦 你还是不是要save OK 你还是要save 你就按yes 然后你就close 他就讲 再问多一次 OK Do you still want to save 你讲yes 他系统就会key进去 OK key进去 如果你卖这个 monitor 是250块 你不打250块 然后你就save preview 那个系统 还是 给你print出来 还是给你去 卖先卖 OK 卖了过后 你要check的时候 你就来这边 so negative serial number quantity so你inquiry 他就会出来 negative 的那个 item是这个 有一个item是negative negative serial number show在这里 OK so of course你可以去这个 Q001 OK 你可以去找回那个transaction 然后这边有一个transaction 你可以用回这个方线 去找回那个产品出来 OK在哪个invoice那边 这个serial number transaction inquiry 也是可以帮你找到 OK这个serial number 发生问题的那个serial number OK report 大致上我们 就讲完了 还有setting 我刚才也是show了 它有一个setting OK是允许你卖掉那个货 才 补回那个pergining invoice 好的跟着下来我们讲解一下这个serial number module 通常会参着哪一些module一起用 OK首先我先讲一下这个item package item package 这个是最 普遍普遍参着那个serial number module一起用的 比方说你卖电脑 如果你卖电脑 你一样一样item 你拆开来卖 你是很难卖的 然后cpu多少钱 monitor多少钱 mouse多少钱 都会觉得很贵 但是如果你一个配套一个配套 这样也说的话 整个配套 OK 一set 那个desktop 新的多少钱 这样 你会比较容易卖 所以通常这两个module 会参着 一起用 这个item package 跟鞋的 number 我录了另外一个视频 是很详细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 我们的另外一个视频 OK 所以我就在这里就focus多一点在multi location 还有multi dimension analysis 所以什么是multi location 就是 通常电脑电电话电它是很多个location的 或者是电器电 它很多个分行 像我们用multi location的话 就可以control 这个分行如果没有这个serial number 它是卖不掉的 OK 所以它必须要有这个serial number 才可以从这个分行卖出去 OK怎么样操作 OK 首先 我们先enable这个module 所以multi location这个module 我们先enable掉它 然后我们去加一个location OK Let's say这个location是 Beneng的 PG OK PG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 OK我们先做一个新的item Let's say这个新的item从Supply Air这里 买进来 进去HQ这个location OK我们买一个iPhone 16 OKiPhone 16是有那个 serial number的 我们勾这个control byserial number 过后我们放两个 OK我们可以key两行 没有问题 你如果是不同costing key进来的 你可以key两行 OKunit A是A001 OK A001 然后一个unit 然后unit B是B001 OK So这个 Let's say我的costing一个是1500 一个是1000块 OK 我会放不同的costing 同一个supplier 可能他 买不同的costing 买一送一或者是 升扣50% OK So我就sip起来 OK这个两个location是在HQ的 假设 OK假设我把其中一个stock transfer OK去 Binang 我把其中一台 iPhone 16 transfer去 Binang OK 在这边你必须先填那个 From Location to Location 要不然他不知道你要 从哪里的 sip number transfer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从HQ 去Binang OK Let's say 我们把那个 A001 transfer去Binang So 这个costing可以不用管它 这个是 average cost OK OK 然后我们开invoice的时候 你看现在 剩下一台而已哦 我们选这个iPhone 16 你看他剩下这个B 001 如果你要看其他location有同样的话 你看all location all location他就可以收到 所有的location 他的那个costing 他的那个unit是多少 OK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做法 Let's say我的那个location就是001 OK这个卖3000块 那我们就打3000块 sip起来 OK另外一个invoice Let's say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cash customer买掉 从那个Binang的customer 买掉这个iPhone 16 这个costing他比较贵 所以这个 最后一个unit OK它是a的 在这个Binang location 这个 这边已经是卖完了 现在有一个Binang location OKHQ location已经卖了 Let's say这个是3200 我们打3200 OK So他整个那个multi location的concept 就是这样子啦 你不在那个location 你是找不到这个sealer number的 这个就是multi location的 那个control的objectif 收到的时候你要看那些 Costing report profit margin by 不同的location OK也是可以 show到的 show到不同的location 你看到不同的location 卖同样的产品 但是他的costing算出来 他会不一样 OK 他会不一样 OK 我们继续讲解最后最后一个module Multi dimensional analysis 这个analysis通常是给老板看的 老板或者是management 他要看一些数据 OK这个是很抛肤的一个功能 在autopout里面 So 他是怎么操作的 必须要先去开这个module Multi dimensional analysis OK 这个Multi dimensional analysis 他会多这个Multi dimensional sales 跟Multi dimensional purchase analysis OK这两个analysis 所以我先讲这个sales analysis OK So一般上我们要看数据的话 我们会先 那个default layout 先refresh一下整个layout 有一些隐藏的 我们刚刚还是猛他会跑出来的 OK 弄了default的layout 我们才 把那个热期 我们要看的那个数据的热期 打进来 打进来过后 我们才 inquiry 可是这个我们要看的是其中一个item 这个item就是我们的 iPhone 16 叫我们只是inquiry 这个iPhone 16 在这边你可以 选择你要inquiry的一些数据啦 类似你要看他的每一个 iPhone的那个profit 他的cost 他的成本 他的那个margin OK你买进来的那个cost OK不要多的cost 买进来的cost 或者是unit price OK by serial number 如果你要把serial number 你就把serial number 拉去这边 OK他就会跟那个serial number 如果你要把item group 或者是item type 把item quote 你可以拉那个item quote OK拉来这边 他就可以帮你 分析 OK 这个costing 可是你看到这里的costing 他是average cost的 你看到他是用average cost的 如果你要更准确的话 通常电器电 电脑电 跟其他的那个 电话电 一般上他们用的costing 他们会 比较喜欢采用这个 first in first out OK So这种costing的话 你看刚才那个dimensional analysis report 的时候 of course 你最好是calculate costing一次啊 你换了costing的话 最好是 重新calculatecosting OK了costing过后 你才看这种costing的report 你会看到他比较准确的 一个是$1500 一个是$1000 OK一个是$1500 一个是$1000 它是用first in first out的concept 来计算整个costing of course你如果再深入一点 你要跟着location来看 你也是可以把location拉过来 你可以放上面 也可以放下面 他的那个 好像一个analysis这样的 他是一个analysis这样的 他会把你 我们叫pued table 好像accel这样的pued table 你放去哪里他就会跟 哪个地方 考出来那个数据 这个是 一个很好用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于 Multi-Dimensional Seals Analysis 怎么样 操作 你可以看我们 另外一个数据 OK 大致上 所有的那个module 有关于到seal number 他就是这样子的 另外有一个plug in 其实这个是很好用的 跟着那个seal number module 用 就是warranty 因为我们有卖seal number的东西 通常是要看warranty的 OK 有几个原因 所以第1个原因是 可能他客户是哪别的 supplier的 或哪个地方 所以你不可能 给他claim 那个warranty 所以我们warranty 一detect就知道这个产品是你公司卖 还是不是你公司卖 然后我们一detect这个warranty 我们就知道 他的那个 supplier是谁 他的warranty还有多少天 OK 然后我们就开一个service net 给客户 你就看能不能repack 不能repack的话 我们就退给supplier supplier 修理好后 他会退回来 或者是supplier没有办法 退回来 他就换一个型的给你 在这种情况我们就在warranty里面记录所有的 详细 然后就退回那个warranty的东西 给客户 OK所以这个是很好用很好用的一个module 如果你是有用serie number 通常 很建议你去 购买我们的warranty plug in OK 整个serie number大致上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 还有任何疑问 希望你可以联络我们 谢谢大家